李晨的一封公开信 直接坐视当初他与张欣宇分手 确实因为对方劈腿了 而传闻这个劈腿对象 就是霍姓演员霍建华 昨日霍建华一亮相 其主演的新剧 花千古的开播发布会现场 就被媒体提问求证 不过对于大家的轮番轰炸 霍建华也是早有准备 无论你怎么变着法的问 他就是一句谢谢了事了 就是晚上有报 你和张欣宇小姐的事情 然后呢跟我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工作室已经回应过了 今天是花千古的发布会 我就不做回应了谢谢 那你当时看到那个 新闻的时候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 谢谢 那有受到这个传闻的影响吗 谢谢没有 谢谢 你都是老江湖了 不要害怕这种问题 你都是老江湖了 回应一下呗 谢谢我的工作室 回应过了 谢谢 谢谢 那自己没有受到影响吧 心心上 很好 谢谢 米线既然都在线上了 为什么不能澄清一下呢 已经回应过了 谢谢 但是我希望能听到您亲口的回应可以吗 谢谢 已经回应过了 现在这种传闻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跟这些传闻中 其他人的关系呢 谢谢 我不要模糊交点了 就就不回应了 谢谢 我的工作室已经回应过了 谢谢 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会不会让你比较困扰 因为可能很多粉丝也非常担心你的情绪啊 或者像你这状态这样 不会 我很好 谢谢 面对负面传闻 霍建华当面不澄清 也不否认 更表示心情没受影响 说实话 小酷我作为外人听到这连珠炮式的提问 都没法如此心平气和 更何况你是当事人类 究竟这和张新宇劈腿的人是不是你 小酷我不好多说呀 但是同样被问感情问题的蒋欣和赵丽颖 可是比你干脆多了 那现在网络上也就是有传你和韩星那个 低语 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回应一下 没有没有 我们在拍戏 他刚刚都杀亲了呢 没有 什么样的 不知道啊 没有 因为形状态是什么样的吧 空窗 对 就是女人是怎么能成为好朋友啊 因为现在好多都撕的特别厉害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撕 这怎么能做到 因为我们两个本身以前也是好朋友 然后后来在一起相处了以后 还是觉得回到跟我的关系更合适 所以我们还是朋友 有个权益乐 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吗 北京报道 李晨的一封公开信 直接坐视当初他与张欣宇分手 确实因为对方劈腿了 而传闻这个劈腿对象 就是霍姓演员霍建华 昨日霍建华一亮相 其主演的新剧 花千古的开播发布会现场 就被媒体提问求证 不过对于大家的轮番轰炸 霍建华也是早有准备 无论你怎么变着法的问 他就是一句谢谢了事儿了 就是晚上有报 你和张欣宇小姐的事情 然后能跟我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工作室已经回应过了 今天是花千古的发布会 我就不做回应了 谢谢 那你当时看到那个 那个新闻的时候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 那有受到这个传闻的影响吗 谢谢 没有 谢谢 您都是老江湖了 不要害怕这种问题 您都是老江湖了 回应一下 谢谢 我的工作室 回应过了 谢谢 那自己没有受到影响吧 心情上 很好 谢谢 米线既然都在线上了 为什么不能澄清一下呢 已经回应过了 谢谢 但是我希望能听到您 亲口的回应可以吗 谢谢 已经回应过了 谢谢这种传闻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跟这些传闻中 和其他人的关系呢 谢谢 我不要模糊交点了 就 就不回应了 谢谢 我的工作室已经回应过了 谢谢 那这件事情 其实本身会不会让你比较困扰 因为可能很多粉丝也非常担心你的情绪啊 或者像一些状态这样的 不会 我很好 谢谢 面对负面传闻 霍建华当面不澄清 也不否认 更表示心情没受影响 说实话 小酷我作为外人听到这连珠炮式的提问 都没法如此心平气和 更何况你是当事人类 究竟这和张欣宇劈腿的人是不是你 小酷我不好多说呀 但是同样被问感情问题的蒋欣和赵丽颖 可是比你干脆多了 那现在网络上也就是有传你和韩兴那个 低语 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回应一下 没有没有 我们在拍戏 他刚刚都杀青了 没有 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因为形状态是什么样的 空窗 就是你人是怎么能成为好朋友啊 因为现在好多都撕得特别厉害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撕 这怎么能做到 因为我们两个本身以前也是好朋友 然后后来在一起相处了以后 还是觉得回到跟我的关系更合适 所以我们还是朋友 有个权益乐 就我们能像个男人一样吗 北京报道